实际上的安乐死法案 本周在布朗州长稍找签署之后 终于正式是拍板生效了 但是呢 这一个对于家庭还有社会冲击极到的 法案相关的配套措施都做好了吗 加州人都准备好了吗 本周的奖励的话就有深入讨论 在布朗州长签署之后 加州成为美国第五个安乐死合法化的州 根据该法的规定 是要两位医生判定病患的生命 剩下不到六个月 病患以书面申请 医师以药物或注射的方式 主动的结束生命 在简单话节目录影现场 讨论的气氛非常的热烈 六个月有多少医生能够很确认的说 你只能获六个月 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根本六个应该拿掉 基本上对 基本上就是我刚刚讲的 没有权利决定你的生 但是我可以决定 我有权利决定我的痛苦的人生 怎么样算是有尊严的死呢 主持人和来宾速度即便互不相让 而在一届事实上反弹也很大 大致上认为呢 并没有看到完整的配套 大家也都还没有做好准备 我个人不太同意安乐死合法化 因为这个在那一身立场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就是你这个有很多细节部分 你要搞清楚到底是怎么样处理 怎么可以进行 到底病人会不会受苦都需要考虑 此外实用的法律人生 许志明律师回应讨论 当夫妻一方过世之后呢 婚前婚后的债务存在的一方 有多少偿还的责任该如何处理 另外升学全方位单元Vicky江主任 则是谈论Stanford大学的录取机会 基本上Stanford去年已经超越哈佛 成为全球大学当中的首选了 加州的Stanford大学是全美国录取率最低的大学之一 想要进Stanford大学优秀的成绩表现 特殊的课外活动及个人特质 以及完美的申请资料缺一不可 这个一定要长期规划才能够有好的结果 而由郭药师主讲的好心肝好健康 这期谈的是喝酒会脸红和肝好不好有没有关系 以及吃哪些东西可以有效的补充肝的营养 这些尝试对罹患肝病几率特高的华人朋友而言 都是很重要的 欢迎您来持续锁定 好了 讲两话的完整节目内容 本周六日在东森汉超市频道 您千万不要错过了 东人新闻范琼 刘宗尧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